4月23日 星斗满天 张爱萍一行13人 分成三辆美式击辅车离开白马庙 在向江因进发途中 张爱萍宣布华东海军正式成立 50年后1989年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确定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 耐人寻味的事就在这一天傍晚 长江南岸 那群曾经用热血抗击日寇的国民党海军官兵 却在第二舰队司令员林尊的率领下集体起义 长江中下游 国民党防线全面瓦解 杜章战役我们依靠的船只 当时主要是从江苏沿海 和包括我们以后山东辽宁这些解放区 征集来的一些民船 那么这些民船当时不是舰艇 都是一些母帆船 这些母帆船它不是一程海军舰制 如果要是真正跟国民党的正规海军 在这个江上 江面上碰到进行江战海战的话 那我们这些肯定当时 应当说战斗力是非常薄弱的 而且我们的舰艇这个船舱 部队船舱只有第一队的船 第二队的就没有船了 所以我们躲了四天三夜 和平平风浪静和平的环境之下 躲了四天三夜 要是在敌人的主机之下 时间也是这么长 结果又是这样 所以应该看到国民党海军 第二队的起义 在渡江战予当中 领了一个很重大的功勋 中山风雨 骑仓皇 百万雄师 过大将 千帆涌动 万将骑华的壮观场面 成为中国历史上 一段标志性的影像 说到底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 并不是武力 而是民心 1949年8月 毛泽东在中南海 接近了华东军区 海军司令员张爱平 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将领 林尊 金生 曾国胜等 毛泽东郑重地对起义将领说 你们有丰富的海军知识和经验 有科学技术 我们新海军同志要向你们学习 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 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 正如张爱平将军后来所形容的 两个脖子互相取长不短 走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对新中国而言 能不能掌控制海权 是能否生存的关键 当时处于冷战时期 什么叫冷战呢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美国和前苏联的这个战略目标 战略利益发生了冲突 这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矛盾的上升 这样的话美国政治家就提出来了 冷战一词 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 北面是面临着比较安全的一个滑军 也就是说有我们的盟友苏联 但是海上方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一方面蒋介石时时刻刻准备返攻大陆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东南沿海方向 另一方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在我们海上当面构筑两条封锁线 第一岛链 北起阿流深群岛 日本列岛 琉球群岛 终结台湾岛 南至菲律宾 大汛塔群岛 涵盖了中国的黄海 东海和南海海域 第二岛链 北起日本的小丽园群岛 硫磺烈岛 中级马里亚纳群岛 南至加罗林群岛 冷战期间 美国通过各种双边多边军事合作方式 先后在第一岛链上和第二岛链上 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 这些基地遥相呼应 缓缓相扣 恶守亚洲大陆 通往太平洋的所有咽喉要道 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同盟 遏制亚洲国家 向海洋发展的重要筹码 台湾岛占据第一岛链中的中央位置 掌握了台湾岛 实际上就拥有了连接第一岛链 或阻断第一岛链的主宗地位 就能够来有效地遏制 东海与南海的艳喉战略妖道 也就拥有了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 正是这种原因 美国才长期把台湾来 看作是永不吹没的航空母舰 在夹缝中求生存 是新中国的第一选择 共和国的领袖们清醒地认识到 没有海军就无法保卫我们的海防 就无法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 可能的侵略 毛泽东奋笔疾疏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 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 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音乐的洛斯科 天寒地冻 1950年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毛泽东奠基等 依然是人民海军的筹建工作 13日在即将前往列宁格勒的建系 他给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发了电报 可继任命肖敬光为海军司令 此点亦请告聂荣珍 14日借用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 肖敬光主持了海军领导机构的成立会议 一个新的战略军种 出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 1950年6月15日就在肖敬光筹备海军总部的同时 华东海域张爱平将军带着组建不久的华东海军出发了 海南岛解放之后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目光都转向了舟山群岛 这里不仅是远东著名的渔场 更重要的是这三百多个岛屿 恶守着长江和前塘江的出海口 是护航地区的海上屏障 但江河里巡逻的小炮艇 能够经受更大的风浪吗 咱们陆军他没接过海 他还不知道怎么无数位怕不怕 但是原来就他懂啊 长江口是无风晒才浪啊 你这个小炮艇怎么进得到出海去打仗去 当然体力已经不少 那么这个 后来我们个大队长叫陈介石 他也说 他也没办法说过人家 他也没经验 他还没接过海来 他说是这样子吧 我走在前面 你看到我不行倒了 你们都回去 军令如山道 十二条小炮艇和三艘小型登陆舰 装载着陆军驶出了长江口 海天茫茫 海军和陆军的第一次合作 到底会怎么样呢 陈雪江对我讲过 就是那天的时候天气不好 一个刮着风 一个浪比较大 再有一个呢 又是将近傍晚 每一条庭啊 这个报告 说我这个不行了 快要成了 那个就不行了 怎么办 他们的办法就是拿出 陆军的那一套办法 就是当时每个人都有一条毛巾 他们就用那个毛巾呢 当那个信号旗 这样呢 往左边咬 一晃 那么就是代表呢 编队要向左 那往右边晃呢 就代表编队要向右 就这样的摸索着前进 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6月17日 摊虎山岛宣告解放 虽然只俘虏了百名海匪 虽然只是配合警备区的陆军作战 但其意义却非必寻常 它证明小炮艇不仅可以走出长江口 而且还可以在大海上航行作战 这对盘山学步的人民海军 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0年8月10日 人民海军建军会议在北京召开 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会议制定了人民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 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 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 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 已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 并决定优先建设潜艇部队 有一句形象的说法就是叫 一艘军舰的现代化 其实是国家现代化的象征 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工业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 所以海军建设离不开国家的经济投入 和科技的有力支撑 正如毛泽习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必须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 根据工业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 有计划都逐步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现在回过头来看 作战方针和建设方针都是正确的 我们的作战方针在它的指引下 我们完成了 出色的完成了 党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海军的任务 我们解放了一系列的沿海岛屿 打破了封锁 使我们经济得到恢复发展 另外我们建设方针 使我们在60年代和以后70年代的 我们的这个向近海的发展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